这五个性感美女刚杀了人 他们凑钱请了个五男 想要一起欣赏艺术 胖妹想要和她共舞 一段高速助跑后 小飞棍来了 这下好喽出人命了 寡姐和卷发妹手忙脚乱的做心肺复苏 剩下的人要么在祈祷 要么在尖叫 要么在吸氧 就这样把一个猛男活活玩死 尸体的番茄酱血似乎啦留了一地 先拿浴巾擦擦干杯 接着五个人开始商量咋办 金发妹说从正常人角度来看 我们是不是得报个捡 但寡姐说他们今晚都服用了致幻警 得先等药效过去 更何况她正在竞选议员 这时一曝光她就完了 卷发妹也不支持报警 因为她已经有了两次暗底 这次可是撬掉了电子脚料才来的 真是好一个法外狂统 突然间门铃响了 五人瞬间慌得一批 好在来的只是外卖员 他们先把五男拖到角落 然后开门把外卖拿了进来 胖妹前脚刚杀了人 后脚就啃起了披萨 于是这五个不靠谱的女人 就围坐在一起吃起了披萨 也不说给五男供一块 吃饱喝足 他们终于决定报警 突然寡姐的手机响了 是她未婚夫打 闺蜜们表示你可得好好说不能露馅了 寡姐表示没问题看我的吧 老公我们这死了的鸭子 什么鸭子 不是是我想吃粥黑鸭 什么那我现在给你送过去 别说露馅 这是直接把馅饼做成肉价馍了 为了防止继续闯货 他们决定把手机全部上交 然后去便利店买个一次性手机 打电话问律师怎么撒谎不是 是问怎么向警方陈述事实 接着两个人去买手机 剩下三个人就守着尸体 结果死不明目的 五男就正好对着他们仨 金发妹走过去 五男表示我不 于是胖妹又拿来一个特殊眼镜 但是这度假别墅四面都是玻璃 他们打算先把尸体藏一藏 五个人把尸体带去车库 结果好巧不巧车库门坏了 猝不及防就抽起了风 更不巧的是 一辆出租车开了过来 是邻居回来了 这下咋办 他们只能一边手忙脚乱掩饰 一边又把尸体抬回去 最后他们找到了一个好位置 房东特意设计的情趣摇摇影 怎么死了还要人家坚守工作岗位啊 接着他们终于腾出手打电话 律师表示问题不大 只要你们不碰尸体和现场 证据不足就不用坐牢 为了你们没有闲着没事破坏现场吧 五个傻大妞莫了 这下轮到律师傻了 这意味着他们将面临15年以下的监禁 于是为了脱罪 他们决定毁尸灭迹 真是越来越行了 这五个美女实在太能闯祸了 他们集资叫了一个男脱衣舞演员 想要开开眼界 结果一屁股把人家做死了 为了逃脱罪责 他们决定毁尸灭迹 他们找来摩托艇 想要把尸体丢进大海 结果被邻居发现 热情的两口子以为他们要挪用 兴致勃勃跑来参加 五人只能把尸体放到地上 然后金发妹躺上去 俨然一对热情似火的小鸳鸯 好不容易把邻居打发走 结果一回头 一不小心和尸体亲得有点上头 属实是离离园上门 终于要抛尸了 金发妹坐上摩托艇 尸体就和她背对背拥抱 金发妹猛踩油门冲上岸 紧接着一个潜滚帆 最后脸沙平稳着陆 本以为这兵荒马乱的一夜就此过去 但胖妹突然发现 邻居家的摄像头正对着海滩 拍下了他们抛尸的全过程 好了您有心的扔了吗 订单已送达 扔完尸体又要扔监控了 可是怎么才能拿到呢 四人不约而同将目光移向波波头 因为浩克的邻居夫妇邀请过她三人行 口闲体正直算是被你完明白了 就在夫妻俩准备植入主题的时候 波波头提议 要是录下来岂不是更妙 夫妻俩简直要将她引为知己 接着波波头更进一步 提出去室外 然后用监控拍摄 于是三人再次一拍集合 可是等一切结束 邻居才告诉波波头 那个摄像头早就欠费停机了 姐妹团喜不自胜 只有波波头失魂落魄 接下来只要清理干净现场就行 几个人一阵忙活 总算搞干净了 五人终于放心了 他们决定在离开前拍一张合影 结果一看照片傻眼了 上面赫然有一具尸体 五男居然被冲上了岸 抛尸大海这条路是行不同吗 还得重新想办法 就在他们一筹莫展的时候 又听见了哐哐的砸门声 来人声称自己是警察 这下五个人被吓猛了 卷发妹自告奋勇去应付 她橘子蹲得多有惊艳 让其他几个人先藏起来 卷发妹打开门举起双手 自愿让警察检查 谁料这个检查方式不太对劲 扶着强张开头 就差一个嘴对嘴 卷发妹慌了 一个火箭头锤把男人打晕 这下好了 杀完人还袭警 怕不是要牢底坐穿了 傻妞们想把人先安置好 结果 这不对劲啊 真空穿制服的能是什么正经警察 而且这制服质量也太测 一番检查后发现 这根本不是什么警察 而是他们找的武男 假扮警察玩情趣而已 那么问题来了 被他们杀掉的那个倒霉蛋又是谁呢 顾不上到底是怎么回事 他们决定还是先处理尸体 武男陷入昏迷 于是五个傻妞盯上了他的车 他们手忙脚乱把尸体塞进去 准备开车到附近的沼泽抛尸 卷发妹一心急 猛踩了一脚油门 谁料汽车蹦不住 尸体和车前盖一起表演的自由落体 丑丑就这点事儿让你们给办的 窟窿是越捅越大 回到别墅后 五个人开始互相甩锅 崩溃的寡姐先开卖了 本来今天高高兴兴 自己马上就要结婚了 结果就因为这场单身派对 婚礼要在橘子里办了 寡姐拍板做了决定 他们这凑一块挤不出一个脑细胞 毁尸灭迹难度太大 还不如待会就去自首 眼看事情终于要结束了 闻铃又想了起来 傻妞们透过猫眼一看 这一晚上到底要来多少个警察 两人是来找被误杀的男人了 还有完没完吗 四人都表示累了毁灭吧 就打算束手就擒 五个女人误杀了一个男人 费尽心思想要抛尸 却屡次失败 最终还是被两个警察找上门来 可是出乎他们意料的是 警察在查看尸体后 竟然表扬他们 原来这个男人是十恶不赦的通缉犯 他们也不存在过失杀人 而是属于正当防卫 四个傻妞差点喜极而起 卷发妹连忙去楼上通知寡姐 但是她正洗澡了 根本听不见 卷发妹只能掀下楼 两个警察开始询问他们当时的情况 反复问男人死前有没有藏什么东西 事实上 当时她去了一趟厕所 结果这几个大马哈望的一干二净 郑哥那胡说八道呢 经发妹突然注意到墙上的电视 上面正在播放通缉令 其中一个就是被杀的男人 但另外两个 竟然是他们眼前的警察 她大惊失色 却好歹还有两个心眼没有声张 而是突然大声说 I need a tampon 然后点名说 波波头把她的卫生巾藏了起来 成功让波波头看向了她 也就看到了通缉令的画面 这下她也明白了 两人确认过眼神 彼此就是对的人 然后波波头就起身去拿卫生巾 实际上是去楼上拿手机 但她前脚刚离开 后脚两个通缉犯就发现了 电视上的通缉令 他们知道身份败露 迅速逃出枪控制了客厅三个女人 接着 去拿手机的波波头 以及刚醒过来的五男也被抓了过来 好在他们不知道还有个寡姐 她一洗碗澡出来 就看见四男一女已经被五花大绑 连忙躲了起来偷听 原来三个劫匪分赃不均 死掉的那个拿走了价值200万的钻石 很有可能就藏在这个房子里 于是两劫匪一个守着人 一个去搜 寡姐只能暂时躲进浴室 然后在劫匪进去后 迅速用喷雾喷向她的眼睛 然后捡起掉落的手枪 逼她把自己烤在水管上 接着她走出去 劫匪已经等得没有耐心 决定先杀一个劫姐们 寡姐趁其不备 从二楼一个泰山压顶将她扑倒 然后两人扭打在了一起 被捆在一起的五个人 则一步步摸动 捡起了掉落的手枪 就在劫匪的枪口 对准寡姐的关键时 胖未开枪击中劫匪的头 寡姐紧接着举起 就在他们劫后余生互诉中常的时候 另一个劫匪拿枪赶到了 寡姐你糊涂啊 请去手铐那根本靠不住啊 但意外又发生了 劫匪直接被撞运 接着车门打开 原来是寡姐的未婚夫终于赶到 这一次 这个兵荒马乱的夜晚真的结束了 并且他们没有被追究任何法律责任 好了今天的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喜欢的朋友别忘了点赞关注 我是七笑 下期视频再见